家破人亡的惨境啊 所谓富不过三代 各家有这样的败家子 这样的下场是迟早的事 这样的邪言碎语以后听得多了 让他们去说吧 少爷他 吃啊 我吃不下了 我也吃不下了 怎么 都不吃了 那 那我们走吧 葛少爷 你们谁结账呀 少爷 我的钱全给常总管了 少爷 我的银子 也给了安葬老夫人和二爷的宫人了 小二 明天我让小银子给你送过来 哎呀 不行啊 您瞧 这是我们掌柜里的规矩 您看 我也没办法呀 您还是把银子给付了吧 小二啊 小二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这吃饭 以前我家少爷常照顾你们生意的 这次你通融通融又能怎么样呢 葛少爷 您就别为难我了 此一时彼一时 如果每位客人都像你们这样 那我这小店怎么开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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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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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掌柜的 我这有个银柴 您看够不够 我看就你这小丫头留下来也就差不多了 你 你欺人太事 少爷 少爷 大宝 大宝 究竟欠你们多少钱 走吧 这些够不够 够了 小三 盖子 少爷 小三 少爷 大宝 小三 谢谢你们帮我解围 少爷 先离开这再说 走 就没有想到你们回来帮我解围 什么都别说了 咱们先回大杂院 就是 走走走走走 咱们先回破屋收拾行李 江洪少爷 您不再这段时间 大杂院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夏老爹和夏大娘都相继的走了 有本事的人 都到外地去工作了 谁都不愿意再受 求万千那帮家伙的欺压了 唉 我大娘身体不好 所以我和小三 还留在这儿守着他 唉 不过二爷可替咱们报了仇啊 江洪少爷 半年前我上仓库的事啊 我和大宝是在后来 才知道跟葛家有关 绝不是故意跟你做对 是啊 这事别提了 现在葛家垮了 难得你们还愿出手相助 谢谢你们 哎呦 嘉洪少爷 你可别这么说 以前你为咱们大杂院出了那么多力 我们报答还来不及了 对啊 只要你不嫌弃 咱们大杂院里腾出一间房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对 谢谢你们 答应我一件事 别再叫我少爷了 这 这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呢 是 还真是改不过来呢 哎 葛少爷来喽 葛少爷 这儿我和你们葛家复理堂皇 你和嫂子只能暂时的委屈一下了 嫂子 大宝 小三 你们都误会了 我不是嫂子 我是锦儿 我知道你是锦儿啊 葛少爷不是娶你做媳妇了吗 你明明就是嫂子嘛 是啊 我怎么看你都是葛少奶奶 你和葛少爷成亲的时候 我和大宝还去喝了喜酒呢 是啊 不是 你们真的认错人了 大宝小三 她就是锦儿 葛家的丫头 大宝小三 以后可别再提了 好了 锦儿就锦儿吧 别解释这么多了 再说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我们也管不着啊 只要葛少爷分得清 不就行了吗 好了好了 走走走 不管你是锦儿还是少奶奶 恐怕只能跟我大娘挤一间了 我们四个大男人就挤一间吧 好好好 我没关系 就怕大娘不方便 嗨 方便方便 就是地方小点 葛少爷委屈你了 大嫂千万别这么说 从前的那个葛家红现在已经死了 我呢 是一个全新的葛家红 以后咱们不分彼此 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有活要算上我一份 怎么样 行了 够意思 葛少爷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少奶奶 到屋里看看你的房间去吧 走吧 来来来 跟我进去 你还真是转了性脱胎换骨了 以后咱们一起努力 有福通享 有难通道 没关系 有对 理想帮助 你跟他说 有什么事 没关系 是 能不能死 你的 会呆 比方 一遍 那么 不得 完 座 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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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卫廉 你回来干什么 我 我 静儿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我是心寒了 不想再回去了 心寒了 尚爷 是谁要害你啊 我不清楚 那天我在马车上 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儿越跑越快 马师父也不听我的使唤 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别人带车的就掉下山崖 一路翻滚到湖里去 什么 要不是好心的不云人家救了我 我怕这一生 都再也见不到少爷你了 不 这绝不是意外 他分明是要你死 静儿 你想一想 有谁会这么恨你 我不知道 任命关天的事 我不能乱说 一定是威廉的主意 他想先让你消失 沐雪才会重回他的怀抱 一定是 一定是 少爷 对了 所以沐雪才会逼我写修书 只有除掉我们两个 他们俩才能名正言顺的做夫妻啊 不会的少爷 你不要再说了 我请愿相信 这是个意外 不会的 我不会这样就算了 威廉他爱我家破人亡 我要他血债血偿 少爷 也许子 鸿山忽熟卓一对 闻饮十二两 祖母绿戒指一支 头柜 杜小姐 给我支五百两银子 杜小姐 你有银票吗 怎么 我们杜家开的钱庄 我支银子还有银票吗 杜小姐 钱庄有钱庄的规矩 再说现在的钱庄 已经换了当家的了 所以 头柜 当年我爹是怎么提拔你的 你有今天又是靠谁 怎么 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杜小姐 不是我不听您的 我实在 我实在我是做不了主 我 你做不了主 谁能做主 怎么了 怎么了 掌柜的 杜小姐 真是大家光临 适应适应 还是李掌柜记性好 知道这家钱庄 是我爹辛苦挣来的 不像有些人 狗眼看人低 见高伴 见低财 得罪了杜小姐 还不赶快向杜小姐 赔礼道歉 杜小姐 我 不用了 李掌柜 既然你能做主 我就找你了 杜小姐有什么事 直说就是了 给我支五百两银子 这个 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过杜小姐 等魏老板回来签个字 就算数了 你也这么现实 我们都是领良想的 请杜小姐 不要为难我们下人 好 我到里面等 等魏老板回来 我马上通知他 快去备茬 快快 葛少爷 我们不缺掌柜 做伙计又委屈您了 我看我们是请不起您 您呢 还是请便 葛少爷 看在我和葛二爷的情分上 你缺钱 我可以接近你一点 找工作嘛 就免了吧 你干不来 葛少爷 别开玩笑了 您过贯舒服日子了 怎么经得起这种粗活呢 万一有个闪失 我可承担不起啊 您还是请回吧 葛少爷 不是我不用您 我们的殿小用不起您呢 不送您了 慢走 不是天无绝人之路吗 我葛家红到底造了什么你 怎么连老天爷都要放弃我 杜小姐 您请用茶 你搁着吧 杜小姐 外头忙 我去 我就不陪您了 毁碎毁金铁纸 荡十两 请客长 请客长 请 张福老宅一状 以押四贵出银 魂银七百三十两 清华四平一队 以押二十两 清华四平一队 下路的大事 立正击一队 有车 像弹一队 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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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中佐驾 魏老板 您回来了 杜小姐正在里头等着您 魏夫人来了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你下去吧 母雪 刚才李掌柜告诉我 我还不敢相信呢 想不到你真的在这儿 你知道我来的用意了吧 我听说了 那闲话不多说 我想知道你的决定 母雪 你需要钱 通知我一声就好了 何必亲自跑这么一趟呢 这个钱庄啊 是岳父大人亲手交给我的 你呢 又是我名正言顺的魏夫人 你愿意来这儿就表示 你认同了这一点 我太高兴了 我已经清楚地告诉贵头和老李了 以后只要是夫人取钱 无论多少都记在我账上 要不要我叫他们来给你赔不是啊 不用费事 好 你等等 我去取钱 母雪 谢谢你 威廉 别跟我客气 我只是不明白 你要这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处 我要这些钱 咱有我的用处 不过我问你 这钱算我借的呢 还是你给我花的 当然是给你花的 这么说 我怎么支配这些钱 你都不会有意见了 你可不能放把火 把这银票给烧了 别忘了 这里面还有你爹的一部分 你放心 我不会那么任性的 威廉 在北京欠你的疏通钱 现在全数还给你 这什么意思 这钱为了救家红 你所花的疏通地方官的费用 现在把它还给你 以后我们各不相欠 说到底 你心里面还想着葛家红 就算你和他已经毫无瓜葛了 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 威廉 当初是你一手主导了 我们夫妻的分离 让他误以为 我是贪图荣华富贵的女人 才愤而签下那只修书 这一切 也许家红不明白 但我想你清楚 我为什么跟你回上海 我告诉你 就算我们夫妻之间 再没有缘分 他在我心中也是最重要的 果然啊 我们各有各的执着 这场争夺战 还没到最后关头 就胜败难料 你先别急着下定论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 回到雪原 没错 我们确实各有各的执着 但你别忘了 你身边还有一个柳如烟 锦儿的死 难道和她一点关系没有吗 所以请你想清楚 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 是 我还是在冲人 那些人是 不仅存在几次 然后 好 我 和我 就是 你别往这儿走 你别往这儿走 大娘 你这个猪肝 大娘你别往这儿走 搞什么鬼 把我的水全部弄洒了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是小 小盖子 这是踏破铁鞋 我的天哪 怎么又遇上这么个大麻烦 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我帮你搞定 好 水都弄洒 水反没关系 不银子 赔给你 这怎么好 你慢点 谢谢小伙子 小盖子 站住 小盖子 你怎么老是一魂不散呢你 你还小兵 小盖子 我要找你们家少爷 葛嘉恒在哪啊 你休想 我们家少爷自打遇见你以后 脑袋上就顶三个梅子 他现在已经够倒霉的了 你休想再去找他 又站住 小盖子 你今天不说出葛嘉恒的下落 你就别想逃出我的视线 公子啊 我们家少爷对你已经仁至一尽了 你到底想的怎么样嘛 再说 我家少爷现在真的自身难保 你就别指望他了 我又不跟他借钱 你紧张什么呀 那你到底要找他干什么呀 我就是想知道葛嘉恒在哪儿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带不带我去 不带不带不带 易公子啊 其实我家少爷他就在 在哪儿在哪儿 你快说 在那里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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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盖子 你给我回来 你 你站住 你带我丫子 你带我丫子 你先放 不是我弄的 你不陪我丫子 你别想走 不是我 那我不管 你不赔钱 你别想走 赔钱 来 少爷回来了 找到工作了没有啊 开玩笑 不是啊 凭我葛嘉恒三个字 害怕找不到活啊 我是做大事业的 一般的工作 满足不了我的 少爷 今日不同往日 走到这一步 咱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怎么 瞧不起我啊 不 我相信你将来是做大事业的人 难就难在这个关口 少爷 你听我说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你以为我没有吗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就没瞧见那帮人的嘴里 换做以前 我早就赏他们几拳了 你放心 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啊 到今天我才知道 什么叫人情冷暖 试探炎凉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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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吧 笑我够吧 我葛嘉恒就全当虎落平阳被选七 少爷 我该怎么帮你呢 锦儿 过去我横行于大街小巷 被大家恨透了 而我却没感觉 经过这许多事 我才知道我耍大少爷的脾气 全仗着叔叔的面子 奶奶的疼爱 锦儿我好想奶奶 威廉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要对葛家下这样的毒手 看见少爷这么痛苦 我也快要疯了 奶奶 您在天之灵 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我能为少爷做些什么 回来了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点心 都凉了 我去叫慧姑给你热一下 有事吗 没什么事 只是想要见见你而已 你该知道 你早就不需要为我做这些事了 那你说 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说呀 我一定可以做得到 真的 真的 我要你离开血缘 彻底消失在我和杜牧雪的生活中 离开血缘 是你的意思 还是杜牧雪的意思 孩子的事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吗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呢 锦儿的死 我不是也说了 跟我没关系吗 这些都不重要 那什么才重要呢 杜牧雪吗 是的 得到杜牧雪的心 才是最重要的 可是杜牧雪并不爱你 你醒醒吧 也许我们都该醒醒 我要杜牧雪心悦诚服地 做我魏某的夫人 我不希望任何问题 阻挡在我们之间 你以为我离开冬雪 就和心悦诚服地 跟你在一起吗 别做梦了 只有我 才是你真正值得爱的女人 这是何苦呢 你一向潇洒大气 何不成全了我 如果还有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能帮我什么 我要你 我只要你 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如果你没有地方可去的话 我可以安排个地方给你 但请你不要对我 再有任何欺望 我只要你 那是我为你修的手绢 上面有我的情 我的泪 既然你视而不见 把它烧了一半 你以后不要干这种傻事 我累了 让慧过来跟你商药吧 我只要你修的手绢 把你甩掉了吧 这下简安姐姐和沈大嫂就不愁没地方晾衣服了 小鸽子 小鸽子 回来了 小三 有个朋友找你呢 朋友 哪来的朋友 在那呢 我 咱们又见面了 怎么又找到这儿来了你 拼我一人缝要找个人还是借难事吗 何况有你的长竹竿带路 我一找就找着了 怎么那么笨 怎么样 佩服我吧 你可以走了 我们家少爷不在 小贯子 你脑子没毛病吗 人家义公子是咱们葛少爷的哥们 专程带了礼物来看他 你怎么能叫人家走呢 真没礼貌 哥们 是啊 义公子都告诉我了 他和葛少爷结拜成兄弟的事 不打不成交的事 不打不相识的事 你 你怎么能 少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帮助 义公子一听说少爷落难 马上就出手相助了 你别乱搅合了 得罪的人怎么向你们家少爷交代 我 对 小三 你别信他的 他是一骗子 骗子 人家身上穿的那一件袍子 比咱们这所有的家党都还要值钱 人家图什么 你回去照照镜子再说 不是 你听我说 义公子 义公子 小盖子不懂事 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请先到屋里喝口水 葛少爷很快就会回来的 也好 请 这边请 不行不行 不能让他进去 我告诉你 你这一进去 肯定就没完没了 我绝对不能 小盖子 人家是客人 不是 他是一倒霉蛋 谁摘上谁倒霉蛋 小盖子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偏不信这个邪了 葛少爷是我的好兄弟 他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 不不不不不 非要好好地招待他 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走走走 走走 义公子 来请慢起 不行不行 我告诉你 千万不能让他进去 他这一进去肯定把少爷烦死了 义公子 您这尊大佛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这小标共不齐 您请便 好吧 您请便 小盖子 你怎么回事 人家 快 快 你 你们又在干什么 少爷 佳虹大哥 一人放来看你了 想不到吧 是你 是啊 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我可是你败过靶子的好兄弟 弄了半天 你们是靶兄弟 什么靶兄弟 他是甩不掉的包袱 一个大麻烦 喂喂喂 我怎么会是麻烦呢 我们的交情不是好到可以同窗共枕的吗 你说什么呢 什么同窗共枕 跟真的是的 是啊 我们在同一棵大树底下打地铺睡 这不就是同窗共枕吗 不就是一块打个地铺吗 大家都是男人有什么很特别的吗 义公子 我没时间跟你搅合 我问你 你这样跟我死缠烂打的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哎呀 佳虹大哥 这有句俗话说的好 这人在江湖四海之内接兄弟 哎 这就是交个朋友 德德 你不是魏锦荣派来的吧 魏锦荣 我不认识什么姓魏的 佳虹大哥 我是真心诚意的就想和你交个朋友 哼 交朋友 你睁大眼睛看看 我们葛家败了 我是穷光蛋一个 高攀不上易公子 请回吧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 你葛家怎么样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我在乎 请 江湖大哥 葛少爷 这怎么回事啊 我家少爷已经亲自给你下了逐客令 那你现在是自己走呢 还是 还是我赶紧走 好好好 佳虹大哥 小弟今天来的的确是唐突 有势力的地方 还请多多包涵 我就先走了 我改天再来拜访 这个人还真怪 敢都敢不走 跟牛皮唐似的 他到底是谁啊 甭管他 看样子他还会来啊 你们怎么会惹上这种麻烦呢 别提了别提了 遇上这样的倒霉鬼 跟他折腾一天我肚子都饿了 饭都已经做好了 我来 还有我最爱吃的葱油饼呢 一定是景儿姐姐做的 只有她知道我最喜欢吃这个 我也来一块 没规矩 叫景儿一块出来吃吧 快去 你还吃 景儿姐姐 吃饭了 景儿姐姐吃饭了 沈大娘 大宝 一定要我给您的信 谢谢你 大娘吃饭了 景儿姐姐 吃饭了 沈大嫂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吧 大宝 葛少爷 吃饭了 葛少爷 沈大嫂 这是您的信 景儿写的 来来来 吃饭了 大宝 看见景儿姐姐没 没有啊 少爷 没看到景儿姐姐啊 她走了 走了 走了 葛少爷 这信上写的什么呀 你也给大家听听 少爷 小三 对不起 我想了很久 还是决定暂时离开你们 我绝不是要背叛少爷 背叛葛家 而是不想再增加少爷的负担 如果我继续待在少爷身边 就只能靠少爷养着 离开了 或许更能为葛家做些什么 少爷 请相信我 老夫人和您对我的恩情 我一生都报道不完 我绝不会做出 对不起葛家的事 我决定 偷靠先前认识的一个好姐姐 她家是做生意的 她的父母也很喜欢我 总想我去帮忙 你们放心 不用来找我 等我安顿好后 自然会写信给少爷 少爷 保重 后会有期 静儿 这静儿姐姐是怎么回事 又没有人嫌她 都怪我那天多嘴 真是 少爷 静儿姐姐不会想不开 去尼古安出家了吧 你胡说什么呀 她不是说了去投靠她的好姐妹了吗 她是怕连累我才离开的 希望她真有个好姐妹 毕竟我们这些大男人 谁也不能跟她说个提起话 她一定苦闷死了 看这姓的口气不是那么悲观 我想她不至于出家 是啊 葛少爷说的对 何况她不是说了吗 等那边安顿好了就来信 先等等吧 就算要找她 也不急于一时吧 要不然明儿个嫂子去半山尼古安打听打听 不知道嘉红回去湖州之后 现在怎么样了 奶奶和阿淑还好吗 难不成 各家有产业在威廉手上 怎么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 海关进口酒的放行单 北京提货的单据又是怎么回事 沐 沐雪 这么晚了 你是不是该回去了 我不是说了 要在家里多陪您和爹几天吗 你能在这陪我们 我们当然高兴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你跟威廉还有夫妻的名分呢 你回来看看我们已经很好了 要经常住在这儿 怕被别人笑话 你爹说的对 我想了想 还是让裴月儿送你回去吧 娘 爹多久没去过钱庄了 得好久了吧 自从他把钱庄交给威廉之后 他就不大去了 威廉有什么事呢 就到家里来跟他谈 而且威廉还说 爹你不要再奔波了 再说 自从出了锦儿那件事之后 你爹的心情身体 都不如从前了 怎么能尝去呢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我想 以后也许多去钱庄走走 好 毕竟 钱庄是爹一生的心血嘛 说得是啊 娘 我去跟爹告辞 就先走了 好啊 你去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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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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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咽咁咁咁咁咁咁咁咄咔咁咁咁咁咁咽咁�zym咂咁咁�ă index cet independ一点 我不想打扰你们 哦 我 我是去找他把话说清楚的 不用解释那么多 我今天特别想喝酒 陪我一起喝 我敬你 沐雪 你今天真的很美很美 我从来都没见过你 穿这身衣裳 从我第一次遇见你 你就是这样令我惊艳 令我向往 你看 其实我们早就该 像现在这样了 你放心吧 如烟那边 我会很快解决的 至于你和葛家红的过去 我会陪你一起忘掉 来 先把这杯喝了吧 好 让我来 让我来 可别喝多了 今晚是如此难得 我们可不能醉倒 有件事我想问你 你能告诉我吗 好啊 你问 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葛家红 被诬陷走私鸦片的事 到底是谁在做的 你始终认为 葛家红是好人 所以呢 所有的坏事 都应该是 由我来做的 这对我来说 是太不公平了 葛家红 他是自找的 我说过多少遍了 你还是不信 可是葛家红 他连鸦片 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又那么讨厌洋人 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事呢 母学 难得我们今晚 有这样的兴致 别经常过去的事好吗 母学 你知道吗 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我只要真正的 董母学 回到我身边 我等这一刻 等了好久 过去 你爹他不该骗我 害你莫名其妙地 成了葛家红的妻子 他根本配不上你 你爹还弄一个假的给我 我为什么要假的 我不要 我连碰都不想碰的 你 就算葛家红千错万错 你也不该害得他家破人亡 老夫人没有对不起你 你让他死不瞑目 你疯了葛家 害得我连安葬老夫人的银子都没有 你说什么 我是来替葛家 保重的 我会这样子 我会发生了 给你看 我想 我带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